吹到以后呢直接就压在了这个路盘的这个 风雨过后 风雨酸了吧 当时呢 这个风特别大 然后我就站在门口看 就是有吹风没有把树吹倒掉了嘛 然后一看 刚好这口水的倒下 然后就压在我的车上 风特别特别大呢 三天坐油吧 好 三天坐油吧 我们就是像这样的呢 就是我们像早上我们11点半了 也发了一个那个大风预警 也发了大风预警 也就是根据因为你提前的时间量呢 不可能提前很多 可能就在邻近提前一两个小时这样 反正就在这里也提前公众呢 可能就要关注气象部门发这些预警信息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吧 所以才能够吃到这个小时 这个小时尽 还有个小时尽 这个小时尽 那么小时尽 不仅是在这个小时尽 下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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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